北京时间9月1日,在刚刚结束低亚运会女篮决赛中,中国女篮以7C1比615显胜寒潮连队,顺利把冠军收入脑中。 这也是中国女篮时隔8年后再次夺冠,看过本场比赛的球迷应该都知道,中国能取胜夺冠非常的不容易,上半场双发打了个平手,直到第三节依靠单节20比15,才领先了5分进入了第四节。 在最后一节比赛中,韩潮连队发起了强有力的追分势头,但是在最后时刻,中国队还是凭借队中一节少庭关键时刻的2加1,稳住了场上的局面,也扑灭了对手最后的追分希望。 本场比赛少庭17分6篮板,李梦10分,李均入12分10篮板,是队中三位得分上上的球员,恭喜女篮姑娘们,最后10秒,韩潮连队落后6分,追分无望,球员是一步打了,女篮姑娘们都从替主席站了起来,而转播镜头也给到了场边的姚明。 我们在大瑶的脸上看不到明显的喜悦之情,可能在她心里,后面还有很多很多未完成的任务去等着她,而亚运会的夺挂对她来说,这只是个开始而已,在过一会还有中国男男在等着她,中国男女男复兴的重任也牢牢的压在她头上,作为球迷,我们也不希望大瑶背负过多的压力,因为你做的已经够多了。 各位球迷,你们有什么看法,欢迎留言讨论。